如果某些批评者对某名巨星、压制队友发挥的言论是正确的,那么新赛季几乎整只骑士都会有爆发的可能。 毕竟那名超级巨星已经在肩下加盟起他球员,而骑士能保住阵中大部分阵容并在选球大会,摘下第八顺位新星赛克斯顿,过去四年的骑士一直被认为是顶级球队并且夺下2016年总冠军,当然这肯定是因为有詹姆斯的存在。 但如今詹姆斯已经离开,骑士似乎不再是有竞争实力的球队,所以就算仍拥有勒伯和赛克斯顿,大部分专家对这只骑士的期望,也只是勉强,闯入东不济后萨的程度。 但是要明确的是,詹姆斯的离开肯定会留下不少机会,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新赛季骑士阵中最可能爆发的三名球员。 三,小拉利·南斯相比起为胡人效力期间,加蒙骑士的小南斯并没有多少数据提升,在常规赛的24场比赛中场约20分钟的上场时间,得到接近9分系篮板和一场段的数据。 随说在泰伦卢战术体系,下小南斯并没有得到机会,而且在季后萨中的使用率明显下降,但在总局在首战还是有9分11篮板的爆发。 目前骑士方面看似有意思,给到小南斯一份试约合同。 这其中肯定不是因为他是球队传奇球星拉利·南斯的儿子,更多的会是骑士管理层,确实相信小南斯的天赋。 运动能力和能量可以说是骑士在交易小南斯前最缺乏的天赋。 更何况小南斯的存在确实能,作为乐福身后剃毒的角色,并且也能对位中锋球员,如果新赛季他场均能得到25到30分钟的上场时间,相信无论是数据还是球场表现上,都会有明显的提升。 二、乔达·克拉克森在欧文离队后,其实后场天赋就一直是个问题,这也是上赛系交易。 截止,日前期是选择交易克拉克森的原因,为胡人效力期间,克拉克森已经表现出,作为L次主创造得分机会,一定组织能力并适合第六人角色的天赋能力。 就算仅是6-5升高的后场球员,克拉克森却可能打出穷人版类上的侵略性。 要知道,2015-16赛季的克拉克森场均可是能为胡人贡献15.5分和2.4助攻的数据,总体来说克拉克森的能力,会是其事所需要后场球员。 但和小男子一样,季后赛的克拉克森场均上场时间明显下降,更何况就算在场时的表现也较为挣扎。 到了新赛季,克拉克森可能就是骑士阵中第二号的得分手,无论是作为第六人还是首发的角色,克拉克森的贡献对骑士来说,都会是有价值和必要的存在。 一,凯文乐福在詹姆斯离队后,外界对乐福的猜测,基本都是会被交易,但事实却是其事最终选择给高乐福一份4年1.2亿的许元合同。 为森林郎效力期间,乐福一直都是球队的当家球员,那时候的乐福可是场均能得到超过20分和10篮板的西部全明星球员。 就算森林郎一直无法闯,入季后赛,乐福都能得到一些MVP投票。 加盲骑士后,乐福明显是为球队做出较大的转变,据其中整体数据的明显下降,就很能说明问题。 再到了新赛季,乐福将再次成为球队当家巨星,再次打出顶级数据,也不会是不可能的情况,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,这会是乐福有所突破的一年。 乐福已经是30岁的老将球员,尽管有不少伤病事,但他仍会是有看下森林郎时期20家式数据表现的球员,更何况现在的乐福会比4年前更有经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